这个五十散到底是什么 看历史我们知道 就是在这个魏晋时期 那时间明是流行吃一种叫做五十散的东西 吃完之后呢 这个人的状态就变得比较兴奋 燥热疯癫 那这个玩意儿它到底是个啥 这几天呢 我查了一些论文啊 都是一些中医药大学 关于中国医学史的论文 我呢 给大家大概的概述一下 首先啊 它这个玩意儿 是用矿物质原料储作的一种内服散机 就是导成粉 服用之后呢 就身体发热 急需寒食 寒饮寒衣寒窝 故又称寒食散 你看为啥 那时间那些明士吃完之后 它就裸奔了 因为它热呀 那这个东西 它到底是用哪五种矿物质组成呢 历来说法不一 配方呢也不一样 魏晋时期的黄甫密认为啊 它那个时代的五十散 应该是源自于张仲景的 猴氏黑散 紫食寒食散二方 后来呢 经过这个曹魏时期的荷燕 加以改进 成为魏晋 一直到隋唐时期的养生之方 没错啊 这个玩意儿在当时的人觉得 它是个养生的东西 尤其是荷燕 大力推广 随带把方子啊 给确定了下来 有什么呢 以下五种矿物质 中乳食 硫磺 白食鹰 紫食鹰 赤食指 五种药食组成 后来孙思敏啊 觉得这个东西太过于那个了 他呢 又对其加以了一些改进 在这个千金一方里 他加了点草药 你看起来更像药了 是吧 加的有啥呢 人参 海葛 防风 瓜篓 白树 细心 干姜 贵心 等十一种草药 食料记得啊 就是这玩意儿吃完之后 发热 聚热 敷完之后啊 它会使人的皮肤白皙 精神振奋 俗称 失发 那之后的这个副作用就是头疼 木炫 腹杖 呕吐 耳鸣 还有变身流肿 晕厥等症状 你就想吧 就这玩意儿啊 它吃多了不出症状才怪呢 所以啊 服食者呢 必须借助散步 加以极形 以散发药性 否则啊 就会有姓名之忧 此谓之行妖 其实我们说啊 古人也不傻 你比如黄虎密就认为 五食散为治男之妖 自当用之为肾 不宜多吃 要有严格的服用法度 所以你看后来 孙思米亚就在这个千金一方中 对其加以改进 然后进行了诸多详尽的阐述 就说这玩意儿啊 尽量少吃 最好别吃 那么它的起源呢 历来说法也不一 最早的史料记载是 出自史记 扁鹊仓宫列传当中 七王十一随病 自炼五食福祉 你看 七王的一生 他就自治过五食 可见啊 在当时这个东西 已经成方了 我们这儿稍微说两句啊 就是矿石入药 它有没有用呢 肯定是有用的 矿石药在医药的诞生 和发展中啊 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跟贡献 大家可以看 即使现在 有的里边啊 还会加一些猪杀之类的 所以我这儿说 就我个人认为 有些东西啊 我们老祖宗用了成百上千年 它传承下来 而且呢 没被淘汰 肯定自然有它的道理 道理也很简单 就是这个东西 它一定是有用的 没用的 那早就被淘汰掉了 当然我指的不是五食散啊 是其他的一些有用的东西 好 说回刚才啊 还有人说 这个东西是张仲景发明的 那从目前的史料记载啊 以及考古发现来看 至少汉代就有这玩意儿了 1972年五威出土的汉代竹简就记载有 恶病大风芳 它当中啊 就是一个矿石药的处方 到了汉末 三过时期兴起 黄福密就说 近世上书和验 诞生好色 史福此药 新家开朗 体力转强 京师细然 相以传授 就是和验吃完之后 怎么怎么好 之后呢 就在京师传开了 所以啊 大家公认 就这个玩意儿的推广 是和验推广的 和验经常说自己啊 浮伞 非为致病 一绝神明开朗 五十散由此啊 蔓延开来 风靡当时 我们要知道啊 和验这个人 在当时是出了名的俊美 就是皮肤特别白净 以至于这个曹瑞啊 总觉得这个和验脸上是擦了粉的 有一次夏天 曹瑞专门把和验找来 赐给他了一碗汤面 让和验啊 趁热赶紧吃 和验就一边吃 一边擦汗 擦完之后呢 这个脸啊 更加白净了 曹瑞这才信啊 人家脸上确实没有擦粉 就是皮肤好 那就证明 人皮肤白皙是真的 那至于 这个皮肤白皙 跟吃五十散 有没有关系呢 反正和验说他有 那经过和验的推广 未经名士都热衷于服用 后事呢 也竞相追捧 这也就成了 当时的一种现象了 就是我不吃 我都不好意思 说自己是名士 从和验之后 历一代文献的记载 观之这个黄富蜜 吉康 王羲之 这都吃 王羲之啊 更是吃了一辈子 那后来 这个东西 它又是怎么衰落的啊 随着时代的发展 世家的没落 大量的寒门地主呢 进入到了社会上层 社会的风气 逐渐由清潭 变为物实 我们一定要知道啊 这个五十散 跟当时的玄学 清潭 是密切相连的 东汉末年 战乱频繁 加上疫病 世道离乱 当时的社会 对于士大夫阶层的 这个精神上的冲击 是很大的 他们呢 就变得非常消极 避世 精神上就变得很空虚 玄学之所以兴起啊 跟当时的世道 是强相关的 我们说啊 你在这种精神状态下 再来点五十散 哪感觉啊 不就一下就上来了 那后来 稍微风气 逐渐转向物实之后呢 浮伞的热度 也就下来了 还有这玩意儿 长期服用 造成的影响 也非常的明显 大家也就慢慢发现啊 这个玩意儿啊 长时间吃 吃多了 真的会出事的 孙思淼就说啊 宁吃野葛 不服武士 孙思淼喝了多大啊 大家可以去查查 要不说人家是要王呢 然后他还呼吁啊 有使者遇此方 既须焚之 物就留也 就是从唐朝之后 这个玩意儿啊 逐渐就不流行了 我查的资料 这个武士散的历史 大概就是这样 大家也不要好奇着啊 去弄这里边的方子 那肯定是不行的 可不敢瞎胡闹啊